主席各位同仁 憲法所謂的選舉創制 副決等等相關的 包括罷免等等相關的權利 這個是憲法賦予人民的一個基本權利 但是從過去的整個 包括說選罷法的一個制定 跟修正的一個過程裡頭 我們只看到說 選罷法裡頭只有選舉相關的一個規定 但是對於罷免的部分 卻在它的一個限制裡頭 越做越嚴格 從1994年 選罷法的一個修法 可以說是一個倒退的一個修法 那當時是起源於說 因為有民眾想要罷免永和的立委 所以我們在立法院在國民黨多數的時候 就把選罷法 包括說不得跟各類選舉同時舉行的這個部分 把它加以限制 也就是說罷免跟選舉不能同步舉行 那第二個 就是投票的門檻 從原來的三分之一把它改成雙二分之一的一個規定 所以在國會的一個修法裡頭 限制了原來憲法所保障人民罷免的一個權利 那我們也了解 從包括憲法133 包括戈蘭瑞 所發起的 有關對於在國會殿堂裡頭 或者是在各級議會跟公職人員 假如當他的一個政策 或者是當他的一個言行主張 跟民意背離的時候 怎麼樣把這些權利還給人民 所以在1月16號 當民主進步黨取得國會多數的時候 我們在內政委員會 我擔任召集委員 包括民主進步黨委員在內的所有的我們委員同仁 就決議選罷法列為最優先的一個法案 所以包括剛剛我們時代力量黨團的朋友 在所提到的 從連署的門檻 提案的門檻 以及包括連署的一個規定 時間的延長 以及對於罷免不得宣傳等等這個部分 我們做刪除的一個規定 讓整個未來 所有的不管各級的一個公職 當他要面對他政治上所做的決定的時候 他必須優先考慮到民意 所以這次選罷法的一個修法 是代表民主的勝利 人民的勝利 我們也深刻了解到說 包括公投法 包括其他相關的一個改革性法案 民主進步黨作為國會的最大黨 我們願意跟隨民意推動改革 所以包括後續的這些改革性的一個法案 我們在黨團也會優先的來加以推動 再一次 謝謝陳委員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謝謝你